各位好 我是国立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周一如 我们所进行的题目 以及我们研究室所做的题目 就是所谓的 我们希望借由高解析度的数值模拟的资料 来学习以及预测流体的行为 基本上这边会是我在这一个题目的 这个投影片的outline 首先我会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背景 以及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研究 以及接下来我会大约讲一下 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算力 然后最后我会稍微去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好首先我想大家在这边看到非常多的 这个equation OK那可能会非常的confused 那首先我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计算 计算流体 OK也就是计算流体动力学 我们希望用电脑的计算 把流体的行为 包括在大器 在工业应用 以及各个情况的行为 把它计算出来 把它预测出来 那大家在这边所看到这些 数学式子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统议方程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脑呢 就在解这些方程式 OK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式子 它叫做直接数值模拟 那它也就是把原汁原味的这些 这些 equation拿下去解 那当然呢 当我们要解一个完整的数值模拟的时候 解一个完整的流程的时候 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资源 因此呢就有了第二个方法 叫做Large Edu Simulation OK也就是所谓的大涡流模拟 那它的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空间 做了一些平均 OK因此呢 我们在空间的解析度上面呢 不需要到那么高 OK当然呢 这样子基本上在计算量呢 还是非常的庞大 OK那才有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叫做平均这个 动量方程的模拟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模拟的是一个所谓的 Ensemble Average 的一个方程式 那相对来讲呢 第三个方法 它的解非常的快 因为它只要解一个平均的流场就好了 它不用解那个瞬时 就是需要动来动去 非常混乱的流场 我们只要一个平均的值就好了 那 好 那这三个方法呢 刚刚第三个方法叫做Rens 第二个方法叫做Les 第一个方法叫DNS 那如果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来 这个曲线呢 代表的是流体的动量 OK所以呢 从 最原始的 从这个Rens 这个最大尺度的动量呢 到最小尺度的这个消散的动量 所以基本上呢 第三个方法叫做Rens 它可以解出 大尺度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方法 Les呢 它可以解出部分小尺度的 这个流场 然后到第三个DNS 它可以解出所有尺度的 流场 好 那这边呢 我举一个例子 那大家呢 在这边看到的这个例子呢 叫做Coaxial Powder Flow 那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在 我们常在做这个3D列印 就是说 会看到的这个问题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喷流 喷流里面带有很多金属颗粒 那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流场呢 是我们做 直接数字模拟出来的流场 也就是它是一个 真实 叫接近真实的 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那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灰色灰阶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流体力学当中呢 就叫它做是涡流结构 那这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真实 计算出来 接近真实的流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是Les 就是我的 这个大涡流模拟算出来的 上面这三张图 那分别代表流场以及动量等等的 那底下呢 是我们用平均流场的方式算出来的 其实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有不小的差别 OK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算出 用非常 这个顺时的流场 就是Les算出来的流场 我们去做平均 跟我们去解平均流场 得出来的结果呢 也不尽相同 那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做这个 记忆的模拟 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有非常多的流体的扰动 那这也是利用我们用Les 所算出来的一个流场 OK 那像这样子Les 或刚所谓的DMS 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数值模拟法呢 基本上呢 我们称它叫做 High Fidelity 也就是说高逼真度的数值模拟 那这样子的模拟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 那再来看这张图呢 一样 就看到Les 就是刚刚所算出来的 跟我们直接去算这个平均流场的结果呢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OK 其实在物理上面呢 当我们用两种不同的算法 去预估 记忆的升阻力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果 OK 那这也就是我们在一般 做平均流场的模拟上面呢 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非常大的误差 这在我们的设计上面呢 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那我在这边呢 再举个例子 OK 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方法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算出一个好的流场 OK 一个完整的流场 DMS 我需要这么多组 这么多也就差不多是三千五百万的网格 那么在LES 刚刚大家可别忘了 刚刚的这个DOMAIN 这个整个空间的大小 其实也差不多这么小而已 OK 所以我需要三千五百万个 那么是LES的话 我差不多需要一百万个 但如果是RANs 平均流场的话呢 我只需要一万个网格 所以这个LES是差了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这边呢 我给一下各位的一个 在这几种算折的一个历史 那在早期呢 其实在差不多8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用平均流场的算折呢 一直是过去呢 所使用的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套装软体 商用软体 基本上呢 都还是属于一个这样子的算法 OK 但是到90年代呢 因为这个计算资源的增加 所以逐渐呢 用LES或DNS 来计算许许多的问题 OK 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 大家甚至觉得说 OK 因为计算资源的大量增加 那我们是未来可以把 顺时流场的计算呢 去取代 RANs model的这个计算 那当时大家是这么想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呢 平均流场 顺时流场的计算 就是刚才LES跟DNS 他们需要大量的网格 一直到今天的电脑 OK 都很难去做一个非常实物上的计算 因此呢 如何改善RANs 就是平均流场的计算 OK 那利用 前面所述的LES或DNS的计算 的资料 去改善RANs的计算 那是我们 所要 努力 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 好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今天来讲的话呢 刚所谓的RANs 那它其实很多地方算得不好 但是呢 还是拿来被大量使用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所谓的AI 现在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 人工智慧 以及机器学习呢 非常的普遍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从高解析度的流场模拟去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 来改善我们在平均流场上面的计算 好 那在这边呢 很抱歉 我又在稍微再讲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程式 那我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 我们平均流场跟顺时流场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我们的momentum equation的最后一项 出现了一个tau ik 那么这个tau ik呢 我们称之为Reynolds Jazz OK 那这个也就是我的顺时对于平均的影响 那在算平均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BIJ这一项算得好 如果可以算得好的话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期待 我们在平均流场上面也可以算得好 在应用上面可以做得更精准 那在这边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所谓的Tensor-based Neural Network OK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类层经网路的一个算则 那我们input我们要的流场的这个feature 我们说我们的流场的特征 OK 各种特征 然后呢希望借由机器学习的方式 去output给我们一个正确的 刚刚所谓的这个bij 就是这个联络应力 好那这是我们整个架构 首先呢我们有个priority part 那这个priority part呢 就是我们需要用大量的资料来training 资料来train 得到我所要的得到一个正确的讯息 那这个部分呢我需要做大量的数值模拟 而且是属于高解析度大量的数值模拟 OK那一旦圈好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posteriori part 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flow solver 传统解数值模拟的工具 跟我们所训练出来的tbn 就刚刚的neural network结合在一起 OK那一旦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算出来 然后呢在这中间这个bij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closure的这个部分呢 希望借由tbn所算出来 去改变传统的方式 而借由tbn给我们一个正确的taoij 于是把正确流场算出来 那这边呢我们讲 我接下来能来到两个算力 第一个是流场经过一个所谓的wavy button OK一个有wave的一个的一个底床 OK那这样子的一个底床呢 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 OK但是呢它在流体力学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canonical 非常一个标准的一个test case OK那这边呢 我们使用的是large AD simulation 也就是所谓的high fidelity numerical simulation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个动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丝一丝的 那这一样它其实代表就是流场的涡流结构 OK所以看到这是我们算在流场 那经由这大量的这个计算 当然这样子的计算呢 我们算了非常非常的多组 OK那它大约需要差不多至少七到八组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衍生到更不一样的case 我们需要更多组的计算 好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OK跟我们丢到刚刚的这个架构里面去做预测 然后再跟我们算出来结果做一个比较 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虚线的部分呢就是我的这个刚刚的TVMN 所预测出来的这个 大家可以讲这个曲线的部分呢 曲线的部分呢就是我所谓的速度的profile OK速度的分布 OK所以非常非常的吻合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solver 基本上在这个问题来讲 它解的还还蛮不错的 OK所以不论是我们改变速度 或者改变底下这个wave的这个amplitude 正幅 OK我想都得到非常好的预测结果 好第二个case呢是我们所谓的flow passing a square column 也就是我的流场呢流过一个正方体 一个流过一个正方形 OK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三个算力 第一个是LES 那也就是较接近真实流场的一个结果 那底下呢叫做K omega 那这是传统的Rens 也就是现在一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套装软体所算出来的结果 那右手边的这张图呢 是我们手上的这个经由机器学习所算出来的 OK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它的 结果它的这个流场的一些特征呢 也都非常非常的相近 OK 那这边呢是我们去比较统计过后的这个流场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TBNN OK跟LES的结果呢也都还蛮相近的 好那目前呢我们正进行的许多其他的算力 包括在流体力学代价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所谓的backward phrasing step OK就说OK我在一个像阶梯方阶梯的一个形状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出去的一个流场 OK那当然我们未来呢还有许多的重要的一些 不同的几何流场来需要做test 我们需要藉由大量的计算 那当然这大量的计算呢我们就是利用国网中心的高速电脑 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料 OK因为机器学习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不是在学习的技术 而是在资料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资料 一旦这个资料库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期待未来呢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计算流体力学上面呢 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方法 对于未来的工业上面呢有更有效的利用 好那我的报告到这个地方 感谢国网中心过去提供的服务与大量的计算资源 那希望未来呢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合作 需求将台湾的计算流体力学带到更高的层次 并且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